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近年来全球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 大约两个星期前就有研究说 在109个国家当中大马人摄取的微塑料是排第一的 这真的是让大马人感到非常担忧的 来到今天又有一项最新的研究 对微塑料入侵人体做了深入的调查 在这份报告当中 研究人员在男性的生殖器里头检测到了微塑料 他们认为这有可能会对男性的勃起功能和生育能力造成影响 那这项发布在《性医学》杂志的最新研究就指出 更具体一点来说好了 研究人员是在男性的肛丸和精液当中检测到了微塑料的存在 研究人员在5名接受勃起功能障碍手术的男性体内就发现 有4名男性的生殖器中含有常见的微塑料 比如一般会用在制作食品包装方面的巨饼锡 有专家就认为 由于近几十年来男性的生育能力有所下降 因此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了解微塑料对生育能力的潜在危害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说 他们是在男性生殖器的平滑机当中发现了微塑料 而由于微塑料正常来说是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 所以他们才怀疑或许就是因为这些微塑料导致平滑机功能障碍 然后就导致生理障碍 报道还提到微塑料有可能会引发组织发炎 也有医生曾经发现那些血管受到微塑料污染的人士 不管是中风、罹患心脏病或者是早死的风险都会大大的增加 那微塑料还真的是无孔不入 许多研究曾经发现饮用水是人类摄入微塑料的主要途径 不过在中国也有研究发现 其实不只是饮用水 很多大家常见的食品当中可能也含有微塑料 比如蔬菜水果、海鲜、甚至是食盐和糖 都曾经被检测出含有微塑料 有中国科学家就表示 其实只要一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减少饮用水当中的微塑料 那就是将水煮沸再简单的过滤就可以去除饮用水中84%的微塑料了 如今微塑料无所不在 想要做到百分之百避开微塑料是不容易的 不过我们能够做的呢 就是尽量减少接触一些可能含有微塑料的物品 比如减少点外卖 不用一次性的塑料容器 减少吃这个加工食品 因为加工食品的包装有可能受到微塑料的污染 少喝瓶装水 自己煮开水 那更健康 再来呢 就是不要把塑料盒放进微波炉里头加热 因为塑料制品在加热之后呢 微塑料会明显增加 感谢观看